媽媽就跟我講說 他說爸爸下午的時候 就在問說 溫世凱得獎了沒 然後連問了好幾次 然後媽媽說還沒啦 他說明天才要頒獎 然後最後他就這樣 深呼吸 嘆了一口氣 就走了 所以今年的入圍的過程 有點緊張 然後我剛好 我在開會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 等到我後來被收到通知 說我六個 三個節目 六個都入圍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 他們跟我說破紀錄 我說紀不紀錄 無所謂 我說我可以帶我家人 去參加典禮 而且剛好金豬鳥那天 是我爸爸的忌日 對 年紀也太會選了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就在想 我就跟 我就怎麼辦 然後就跟我哥哥跟大嫂講 那哥哥跟大嫂說 大嫂說 我跟妳講 我可以 我們來研究 我可以處理 沒問題 然後就叫我子女說 妳就跟奶奶講 去奶奶講 所以我把他東西都弄好以後 媽媽最後才答應說 一起散開 我說 我就跟我的攝影師好朋友 一人講說 一人 你幫我拍一張團體照 就是家族在金鐘獎的典禮 禮堂就好了 我只要 我只要拿這個 這個 又一個不行了 這個照片就好了這樣子 最後你看 對 這就是我那時候 只想拍這一張 就是我其實不管得不得獎 我不管有沒有破竊 我只想拍這一張 因為我想拍了這一張以後 然後回家把它洗出來 放在家裡面 爸爸的消息回來以後 我們知道了一些事情 他算是就跑路跑到了巴西去 對 他跑到巴西 其中一件事 他在那邊有了另外一個家庭 定格 對 他有了另外一個家庭 那你想說做子女的 一開始聽到這件事 一切覺得是很氣氛 特別是我 我一輩子都在背負 你的債務 然後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我還有過阿信的日子 我還要差點失去生命 所以那時候是很痛苦的 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媽媽聊天 聊到十二點 我後來隔天在臉書上寫說 這輩子大概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有機會跟媽媽可以聊到十二點 聊到十二點 就我們兩個在客廳聊 聊到最後 我媽媽突然間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 其實要謝謝巴西的那個女人 因為她這麼年輕 她願意嫁給你爸爸 而且照顧你爸爸 你爸爸身上還有一些慢性病 我還一直在擔心 那既然有人照顧她了 我就比較放心 對 所以我媽媽跟我講完以後 她就說 有人照顧她 總比她一個人在外面流浪的好 像你一個人在美國十幾年 我每天都擔心你 每天都哭得半死 又不能跟別人講 我也沒辦法 可是至少我知道有人在照顧她 她講完以後 我隔天開始 我就告訴我自己一件事 無論如何 爸爸你過得好就好 那我們家裡面 我一定要過得好 所以開始 每個禮拜我都會回家 我們家人都聚在一起 然後 後來爸爸回到臺灣來 重點是發現 他得了癌症 那得了癌症以後 開始有幾個鬼門官司 我送他去醫院 有一個機會點 爸爸一直覺得說 他念念不忘巴西的弟弟妹妹 那巴西的弟弟妹妹的話 他希望他回到臺灣來受教育 那會講中文 那這樣子 他就說 你是溫世凱 你應該可以幫忙 你應該可以 可是我聽完之後 其實我很痛苦 我覺得我一輩子被你這樣 然後可是 我就一直哏在心裡面 一直要有一次 好巧不得 我覺得老天就是送了很多的禮物 我們明明是一個 竹東鄉下角針 可是突然間地方報紙出了一個說 有個巴西的華僑 為了小朋友的教育 回到了我們竹東的國小 好巧的是竟然是住在我 弟弟妹妹的那個地方 他們是認識的 就這麼巧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 我弟妹妹的那邊的狀況 然後告訴我說 你要不要打電話 他在我的面前直接打電話 我整個人挑到嚇死了 然後剛好我弟弟 他就說因為他是 是虔誠的那個魔門教徒 他明天有活動 所以他要先掛電話 就掛 我想 然後他就給我看 我弟弟妹妹的臉書 你知道嗎 我看到竟然他的最後名字 竟然還是問 我嚇了一跳 因為我後來聽說 他媽媽改嫁 按你說應該試信 然後那一個晚上 我都在看他們的臉書 看到說他們朋友叫他青樓 也就是貶義的那個 然後又沒有爸爸 然後就混血 然後又想 我就想到我自己十二年 在美國流浪的日子 我覺得小孩子是很無辜的 我跟你講 我到快天亮的時候 手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啪 就按了一下 就是交友 結果睡著隔天起來 就回覆 然後就一個訊息 一個女孩子做的訊息 叫Lidia 她說 請問你是我哥哥嗎 我就整個人傻眼 我就回 而且他在線上 我就回 你說呢 然後他就啪 他就PO了一張照片 因為我爸爸剛剛說 他在去巴西之前是到美國來找我 那半年跟我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只帶著 他在美國留下的東西 所以只有照片 是我跟我爸爸的照片 還有就是我家人 我媽媽他們最後有來參加 我畢業點的照片 他說他看到那個照片 他就說是你這樣子 結果因為這樣子 我就跟我弟妹就聯絡上 然後就跟家裡面報告 這件事情 然後家裡面慢慢 其他的我哥哥他們都慢慢 都能夠接受 可是有些還是不見得 一直到我疫情前一年 那我爸爸就被宣布 他時間差不多了 那有什麼心願趕快處理 我們就很緊張 然後就跟哥哥討論以後 哥哥就說把他們帶回來 所以我們就出了錢 而且想說他們從來沒有出過國 就還買阿聯酋的機票 然後他們從巴西飛回來 他們倆回來 就很感謝他們倆非常乖 小朋友非常乖 然後我們就帶他任主歸宗 然後相處了十幾天 然後我媽還送他很多的衣服 金絲 大家就在一起這樣 所以我才發現到說 其實人生有很多 不同的觀點去看 可以是很悲哀 也可以是很開心 就是一個很歷史的大客戒 對 所以到最後就是這張照片 對 你看到沒 然後這是我巴西的弟弟 然後這個是巴西的妹妹 然後有一天我們倆 還玩了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說他就PO了一張照片的時候 他用手把那個毛巾 放在這個嘴巴下面 黑白照 然後我就在旁邊PO一個動作 一模一樣 結果我們兩個長得好像 好像 所以就因為這樣 我們就一直有在聯絡 然後他們回去以後也很開心 然後都很乖的一個小孩子 那對我爸來講 他就放了最後的一個這個心願 對 所以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回到底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我媽媽在我的人生過程裡面 還有就是說我爸爸這個 因為這件事 他以前那邊 我覺得都可以 不用再去想那麼多 對 放下這件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放下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對爸爸來講很好的一個據點 我覺得很不容易 而且每個人都笑得好開心 對 你感覺不到有經歷過那麼坎坷 那麼充滿怨怨的人生 我們還想說一家何樂 大家庭 人生真的很不容易 要和解是原諒當年的自己 對啊 好 我們最近看到這張照片 也覺得很為你開心 過紀錄好不好 謝謝 今年廣播金鐘獎 三項全部入圍六項 拿下三項 對 全部都給你好了 兩項 謝實了 媽媽好漂亮喔 對 很感謝 然後這另外一個 已經是到去年 因為去年爸爸 他差不多最後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公布了 我去年入圍的兩個 我說爸爸 我入圍了 爸爸就眼睛一下 他說真的 我說對 我跟你講他已經躺很久了 可是因為講完以後 他隔天早上我看到他嚇到 他竟然坐在床邊 然後就我媽說 我說他可以坐起來 我媽說所以爸爸精神很好 而且他就開始慢慢可以動 我們就怎麼可能 就問醫生 醫生就說 其實某個程度 套我們現在 現代的說法叫做回光返照 但是醫學上 就可能是什麼腎上腺素 什麼的 他就說那你好好相處 這段時間 結果他就開始 他就要起來 要動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 每天全家都跟他在一起這樣 可是他每天都在問 溫世凱得獎了沒 而且為了這件事 他房間本來沒電視的 為了他要看 所以他弄了一台電視 就給他看 他只要打開來看 我要看溫世凱得獎 他就這樣講 我媽媽說還沒啦 就一個月 可是到一個月前 就金鐘獎的前一天 其實我們也沒有 其實因為他狀況一直很好 可是突然間我在台北 就是住的地方收到哥哥的訊息 就說爸爸走了 我整個人傻眼 前一天嗎 前一天 而且我正在吃飯 然後我的金鐘獎的禮服 就在我的正前方 我整個人傻眼 然後眼淚就一直掉下來 然後就一直哭 然後二話不說 就跟我子女講好 然後我們就連夜就趕回去 那趕回去以後 去到現場 現場以後 然後我們送完金 禁制完了以後 然後媽媽就跟我講說 他說爸爸下午的時候 就在問說 溫世凱得獎了嗎 然後連問了好幾次 然後媽媽說還沒啦 他說明天才要頒獎 然後最後他就這樣 深呼吸叹了一口氣 就走了 然後 因為這樣子 我哭到不行 可是因為在當時 我們家裡面的宗教習俗 是說爸爸走的那個 兩個小時 不能被聽到哭聲 所以我們是壓抑 整個是只能流眼淚 這樣啜氣 然後在他旁邊跪了很久 然後最後媽媽就告訴我說 他說因為我們弄完 要隔天嘛 我就在掙扎 他們就問那你金鐘獎 我就說還什麼金鐘獎 不用去的 一些反正每年都入圍 他們也不給我講 可是我哥哥跟我媽媽 媽媽一直講 他說爸爸一直要看你上台 那你還是去好了 然後我是在下午四點零時 才從新竹趕上台北 下輕盆大雨 然後就到了現場 沒有人知道我爸爸走了這樣 就差那麼一天 對 就差那麼一天 所以今年 今年我在當下 那時候很餓玩這件事情 然後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如果今年我節目 還有機會入圍的話 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把我的家人帶到現場 不管得想不得想 我拍一張紀念照就好 然後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沒有想到 因為中間的 今年的入圍的過程 有點緊張 然後我剛好 我在開會 所以我完全都不知道 等到我後來被收到通知 說我六個 三個節目 六個都入圍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 他們跟我說破紀錄 我說紀不紀錄無所謂 我說 我可以帶我家人去參加典禮 而且剛好金鐘獎那天 是我爸爸的忌日 對 年紀也太會選了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就在想 我就跟 我就怎麼辦 然後就跟我哥哥跟大嫂講 那哥哥跟大嫂說 大嫂說 我跟妳講 我可以 我們來研究 可以處理 沒問題 然後就叫我子女說 妳就跟奶奶講 所以我把她東西都弄好 媽媽最後才答應 說一起參加 我說 我就跟我的攝影師 好朋友伊恩講說 伊恩 你幫我拍一張團體照 就是家族在金鐘獎的典禮 禮堂就好了 我只要拿這個 又一個不行了 這個照片就好了這樣子 可是再下來 我就突然間告訴我 如果 我可以上街 我不管了 我一定要跟我爸爸講說 我帶媽媽到現場來了這樣子 所以我才會在那個時候 說我的媽媽在現場這樣子 然後我要謝謝我哥哥 最後你看 對 這就是我那時候只想拍這一張 就是我其實不管得不得獎 我不管有沒有破解 我只想拍這一張 因為我想拍了這一張以後 然後回家把它洗出來 放在家裡面 這樣隨時可以看得到這樣 漂亮 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今年最大最大的一個感謝 而且感謝的是說 你努力做的節目 因為我們做廣播很辛苦 可是你喜歡的東西 你好好做 會看到 而且最後的是 其實金鐘獎的一大早 我收到了一個訊息 我巴西的妹妹 那天早上剛好生了兒子 對 生四溪靈 所以我就趕快跟家族講說 我覺得導演是天上爸爸 都安排得很好耶 我哥哥就這樣講 我哥哥就說 是不是爸爸安排的 你爸爸上路了一年 他就說是不是爸爸安排的 所以我得獎的 就是媽媽我們在台北住了 一個晚上以後 然後回去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跟爸爸上香 然後把影片給爸爸看 我說爸爸你可以好好放心 這麼多好事都一起發生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很感謝 我想說我如果沒有 金鐘獎這個勇氣 我大概一輩子也不會當他們的面 去講出來 所以我非常感謝 金鐘獎這一次 真的 好棒的分享 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很多的家庭裡面 都會發生這種很多的 愛跟恨 痛苦跟糾結 但你做了一個 很棒很棒的一個示範 原來路可以 有不一樣的選擇 可以走到這樣的一個結局 對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 所以對爸爸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現在回憶裡面 只有美好的 永遠都是這樣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